做的自由的模型听Cgo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玩玩分享 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阪近期收获的6656MD完美独小兽 这已经是我不知道第几次去做大阪的MD独小兽了 我之前手里鼠加起来MD独小兽的连带开始连带评测差不多也有十多期了 如果算上PEG和HD的话呢也将近有二十多期视频了 所以国产的独小兽我是差不多都已经做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有朋友就会问高高的MD独小兽做过吗 答案是做过的你去我闲鱼搜一下 我的那几台高高的MD独小兽也是让我用二十元的价格给他卖了 那么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这一款MD完美独小兽的说实话 它整体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 其实完美独小兽这个东西啊我个人感觉呢 有一台就够了 如果说各位在选择独小兽的过程中呢 不知道去买一台是买一号机二号机还是三号机的菲尼克斯啊 那么我个人建议你买一台完美独小兽暂时就完事了 但是这一款MD所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呢 那就是所有的部分单拿出来还可以 但是你要拼在一起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我也不去过多的去介绍独小兽的素质了 因为独小兽的素质我相信啊 我已经是做的很多了 各位也应该差不多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本期呢我就针对这一款MD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去给各位进行一个简单的汇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完美独小兽各位最关心的面向部分 这个面向部分呢其实总体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正嘛 但是相比较不耐的话呢 大巴的这个面积啊两侧的缝隙会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够达到一个当前的水准了 那么这里边顺便提一嘴 这一款大巴的MD独小兽呢 所有的通牧架我是用三合的闪光潜达器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喷毒 所以说这一款模型呢也不是一个纯速度的状态了 喷毒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像这种浅色调的精神力感染框架的独小兽呢 其实在最后摆出来如果说不开灯或者说不上漆面的话 这个亮度实在是太暗了 包括万代的PG完美独小兽呢 即便是你把它放在这里 那么整体来说这个主体呢也是非常的暗淡的 单开通明件啊确实是比较透亮的 但是你要把它拼在一起 毕竟内部呈现的骨架是一个黑色的顶件 那么通明件所透出来的也是一个黑色的状态 所以啊最后就导致这个透明件透出来的实在是太暗了 如果你要像这一种暖色调的 包括红色的其实整体的观感就会更好一些 但是你像这样呢 之前为什么PG最终绝有多少创作 我是选择了电动漆面 因为绿色依旧是比较暗淡的 摆在这里平常我也不开灯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带漆面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以上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对这一款模型的进行一个简单的喷毒了 胸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在整个炮爪部分呢 其实这个地方的连接是非常非常松的 基本上属于那种一碰就掉的状态 这个地方我个人建议用胶水去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 那么炮这边呢 其实它的连接也是比较松的了 尤其是这个轴啊 活动性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再来呢 就是整个拉伸结构啊 确实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松的 需要各位用胶水去进行一定的加固 那么在武器方面 这一款模型呢 除了这一把光珠战斧以外 还提供了一把马格达以及一个火箭筒 但是武器实在是太常规了 我呢就没有去拼了 在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战斧部分啊 其实这个板件呢 就是高高的板件了 那么高高的这款模型里面提供的 也只有这么一把战斧了 剩下的板件也不是高高提供的 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 哎呀 这款模型呢 还提供了高高的板件 其实高高就提供了这么一款战斧了 那么这一款战斧 说实话 非常非常的垃圾 整体的组合度啊 非常非常的紧 再加上它的各种各样的连接件 也是比较松的 所以这一款战斧呢 我是用胶水给它拼出来的 包括前端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断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建议啊 先把这个庄外给它打磨一下 然后再插进去 用胶水进行加固 同时 各位相信啊 各位看到这里应该也能发现了 高高的这个蓝色的透明件 进行喷涂以后呢 和大板的蓝色透明件去喷涂以后 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高高的这个呢 其实无论是喷多少层啊 它的表面的质感依旧是不太好的 大板的这个呢 我是简单的喷上了一层 那么这个反光效果呢 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也是二者 在透明件上的材质的一个区别 然后就是光束战斧 拿在手中的这个卡榫 实在是太短了 而且这个连接是非常非常松的 我直接选择用胶水 把这个战斧给它粘死在手上 这个就求各位玩家 好好的处理一下 跨步以及腿部 正常拼就没有什么好处的了 毕竟这一款独咬兽的主体啊 是采用了OVA版独咬兽的主体 大板的OVA独咬兽呢 其实整体的素质表现 还是比较可以的 这一款主体部分 我是没有进行任何的 修件的正常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主体部分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脚活啊 实在是太软了 这个就需要各位玩家自行的加固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猫青所提供的新规的部分了 那么新规的部分 首先就是这一个 大板之前并没有翻模过的 棕毛部分了 那么我相信啊 棕毛有了 如果说后续才要再把赖一下的话 爆仓牛最终觉得那样 是我估计也在计划里的 哎 那么越写了头疼 那么整款棕毛呢 上方的蓝色零件 都是采取了一个进入成银色的 整个水纹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简单的进行一个喷涂的话呢 可能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中间呢 这些部分呢 原本都是蓝色的后面件 内部是有一个银色的 铝箔贴纸进行补色的 这里边的反光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就是两侧各挂了一把 光束军道界边 是能够进行行为活动的 同时整个棕毛呢 也是可以进行收纳的 还原出独角兽模式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收纳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那就是这一款模型 所提供的两个第一大盾了 第一大盾也都是之前 菲尼克斯的铜膜了 所以这个地方 当年菲尼克斯有的问题 这一款盾牌也是有的了 同时这两个盾牌 还有一个最让我头疼的地方 那就是 两个盾牌内衬的 内衬的零件颜色 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盾牌 是OA版本的 而这个盾牌 是卡版独奥兽的盾牌 其实卡版独奥兽 和OA版独奥兽的区别 并不是特别的 可能也就是在部分的细节科技 有一些区别 但是这一款模型 一共是提供了 三个盾牌内衬的 两个OA版本的 OA版本是采取了 这种金属成银色的 而卡版的 就是这种普通的 类似于灰色一样的成银色了 所以说 本来我是想着 两个盾牌内衬 给它搞成一个颜色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盾牌正常品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盾牌 你是没有办法 去使用OA版的 那个黑色的金属成银色的 你只能选择 那个骨架颜色的零件 也就是战斧 战斧扑饼的那个颜色了 所以就导致 这两个盾牌的内衬 还是有趋约的 再来就是 整体盾牌零件的组合度 都是非常紧的 基本上都是需要 去进行扩孔的 而且前端的这个小叶片 非常非常松 是需要各位去进行下铺的 不然就像我这样 两侧都要给它搞丢了 然后就是内部 小盾牌展开叶片的 两侧这样的白色零件 都是需要用胶水进行下铺的 这个也是一个老问题了 然后就是第一大段下方的 这个叶片活动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松了 这个地方几乎是一碰就掉 非常让人不说 然后就是这一次 所提供的另外一个 新规的部分了 这个双马尾了 这个双马尾呢 中间是提供了 一个大串的铁丝 进行连接的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他娘子 为什么把这个颜色 给做错了 我去 这个颜色是那种 氧化发黄的白色 而这一款狗狗兽 全身的白色 都是采取了那种 有一些冷色调的白色 所以说这个颜色的色差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颜色 给做错 还是说你压根当初 就没想好好的 去把这个东西给他做一下 而且可以看到 仅仅是把玩了一番的 像这样的盾牌上面的 连接件都是非常松的 这个也都是 之前菲尼克斯 有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地方 都需要各位玩家 自行的去给他 用胶水进行加固了 我真的很烦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那就是这个机械臂啊 因为也是采取了 菲尼克斯的通过 所以这个机械臂 对于整个盾牌的 把持力度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也是非常松的 好在呢 最后站立的时候 有两个马尾 是可以给他进行支撑的 不然的话 这两个盾牌啊 然后他把越平越减越难受 同时这个部分呢 盾牌连接件呢 把给他插在背包上 是非常松的 这个连接件 也是需要沾死在 这个背包上的 那么如果说 把这个连接件 沾死在背包上的 整个棕毛变形的过程 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插拔了 如果不进行插拔的话呢 棕毛会与盾牌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根设 所以这一款模型 我个人建议是想好了 是选择毁灭模式战时 还是选择毒咬兽模式战时 这个各位在拼装之前呢 一定要想好了 千万不要再去考虑变形了 再来就是之前呢 无论是One Night也好 还是说大巴的也好 正常来说 PP网线呢 都是会选择带水贴的 但是这一款模型呢 他居然带的是 OA版毒咬兽的胶贴 刮贴 我真的是不理解 而且这个玩呢 他最初的价格 还卖到180 甚至说他现在 还卖到170多元 虽然说这是一款 你能够选择的 最便宜的一台 完美毒咬兽了 毕竟One Night的现在 One Night现在MG 完美毒咬兽的价格 也是到八九百了 而你要是如果去买 国产的配件 去配一套完美毒咬兽的话呢 加起来光配件 你就得花200块钱去买 所以说这一款模型 他本身的性价比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他的价格 依旧是虚高的 大家让我拼完以后呢 整体这个素质表现 让我非常头疼 所以这一款模型 目前来说的性价比是零 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 去购买的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这一款模型 单拎出来各个部分 其实都还可以 但是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呢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所以这一款模型啊 我个人建议 是你选择一些 你想要的部件 然后把剩下的部件 给它卖掉 或者其他机体安装上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 除了以上的配件 还最后剩余了一个 纯蓝色透明件版本的 通用指甲了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通用件的单看 是比较通透的 但是你要细看的话呢 上方的各种各样的 流角各种各样的划痕 非常的不干净 非常的埋的 所以说这个支架 质量也并不好 除此以外呢 这一款模型 还会剩余了一大堆的费件 很浪费啊 也不知道万年当年 那么大奖 除此以外 这一款模型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说实话 这一款模型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失望的 虽然说 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这款模型肯定会出 但是出完了 它的效果 以及它的价格是完全不配配的 如果它这一款模型 在130多到120多之间呢 可能考虑考虑 用点优惠 买一个还可以 超过150 就是垃圾 那么本期的系统模玩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